我现在去本科学生 明年就毕业了 然后我也打算留在中国 继续读硕士 我觉得这个 来到中国以后 老师们对学生们特别好 我们的关系也非常好 我们很多老师帮助过 上课的时候 还是没上课的时候 老师是跟朋友一样 我体验过很多民事文化 包括包饺子 穿过韩服 这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感受 这些文化可以让我知道 中国的旅学很彷復 通过这些很彷復的文化 我能感受到中国人民是很幸福的 做过高铁以后 我感觉这个太快了 就花了两个小时 就到北京 还有你在做高铁的时候 你一点也不感觉这个 这么快 还有这么顺利 我看中国人不浪费时间 我也不浪费时间 中国人做什么事情 都是按时做的 所以我打算 比较好更重 中国人工作 在中国人工作